注意看眼神的史蒂夫出现了 然后他就死掉了 但是他马上又重生了 不过旁边的施可也立刻刀 复活物的史蒂夫准备和他讲讲道理 但尸体能听懂诸如翻道道理吗 果不起来 史蒂夫又来了一刀 再次重生的史蒂夫决定用眼神正式 很明显 史蒂夫同学根本不怕 和史蒂夫直接使出了绝招 在输入一串代码之后 直接转换成创造模式 最后使用指令呈现 直接用鲑鱼把施可吃撑了 而将军过施可之后 史蒂夫终于返回了地狱 这次家家门非常友好的开在了要塞里 史蒂夫发现周围有着许多黑色的窟窿 于是他化身一拳超人 然后他就变成了只剩一只拳的超人 此时走过来一只小动猪兽 史蒂夫直接抓起来 许过头顶成功跳发的一群凋零窟窿 却没想到如此多的凋零聚合在一起 就为你拔更严重的力量 凋零风暴 史蒂夫一看着驾驶 直接选择逃跑 他一拳踢踢了小赤族兽 又把谋害自己的牛皮制成了鞍 然后骑在赤族兽上直接跑路 但史蒂夫流下的口水却导致赤族兽直接去世 逃离了凋零风暴的史蒂夫 很快就被旁边的姜子进了前面的目光 最后在其中找到了一个金裤子 但这也招惹了当地的猪瘾 这样的史蒂夫能逃出胜天吗 点赞过五天 我们下期继续讲